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游永钦 河北的特级大师 对阵董博 董博这次代表的是开伦集团 对 也是个外援 他原来是山西的女子大师 对 也多次进入城河前六年 对 也是成绩不错 两个人应该属于同一时代的棋手 对 应该董博好像比较大一点 是吧 对 但差不多 也都是妈妈棋手 对 那么这盘棋游永钦是直线手 走的是 炮二平五 对 全国小妮女子甲几联赛 是在山东高密举行的 对 高密大家都很熟了 这红高粮 红高粮 最近热播 马上进三 79平八 79平八 兵器进一 兵器进一 下到这儿呢 董博没有选择流行的足七进一 对 选择的是三不虎 对 三不虎 三不虎的特点就是 为什么叫三不虎呢 相形取义 三不出鞠 鞠呢是威力最大的这个主力子力 那么鞠猛如虎嘛 我三不把鞠出来 就是说明我这个快速出鞠 对 有一些棋的谚语啊 有人都写说什么三不不出鞠 棋在家里输 就是 对 红方当然呢 没有选择这个鞠平二呢 我估计小游也是策略上的一个下法 对 他这个棋呢 现在红方呢 走了 马八尽棋 他没有直接走这个兵三进一 一般棋手有时候 这时候可能喜欢走兵三进一 对 因为你没强颈棋足 是吧 但是呢 由于黑方三不虎 那么三不虎它鞠速度快 它有一个经典战术 这个是吧 对 这个足三进一 如果你冰七进一吃 它聚八进四 对 看你跑不跑 如果你跑它就追着你 捉窗 是吧 通过这个对足的这个追击吧 获得一个良好的局面吧 对 这是快速出鞠一个很好的办法 对 一个战术 在很多战术里面 在很多开局里面都有实用 对 这很实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 红方马八尽棋 估计是想回避这个 你这快速出鞠的战术 先马八尽棋先跳 看你这兵你拱不拱 如果你拱咱们就回到了 比较流行的 对七路马 不拱结构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盘面下 黑方呢 曾经出现过很多的 这个对局 也是一个曾经一度流行的格局 一般 足迹进一肯定是正照 感觉合理的下法是足迹进一 对 对 一般骑手讲究平衡嘛 就你一个我一个 对 是不是 反正我现在 你跳马我也跳马完了 我鞠出的快 你子儿可能这边 出的比我快一点 是一种平衡 对 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 除了这个 后来骑手好像还选择了 炮平衡 炮平衡也是一种办法 但是 有时候有一段 这个骑手喜欢走 居八进寺 而且都有意思在哪呢 平稳吧 有意思就是 对居的时候吧 黑方他还就给你对了 当然他也不能躲 躲的话让人白出一步 他就给你对了 对完之后呢 再快速出右边的走 他不 他再走 再走 好像这个对居过程呢 黑的中间 废离不齐 对啊 但是结果很奇怪 这个骑居然黑方 还是可以下的 实际上 黑方在部署上 也没亏 只不过就是 把局面变得更 稳健 更平稳了 连两人的活局都对掉了 等于你活一个马 我活一个马 对 我将来这边 使劲而动 这边我使劲而动 今后可能飞向 跳乖较马 因为太平稳了 所以看不出太好了 对 所以这个呢 有一度也成为 黑方应对 红方的 一种这个 比较好的策略吧 就是这个走过几盘 而且效果还不错 对 但你不对又不行 不对他又开兵了 对对对 那这个效果还不错 对 所以这个骑呢 下到这儿呢 黑方呢 临场既没有选择 租基尼也没有选择 居八进四 想一个马二进三 也没有走炮屏五 他走去马二进三 这觉不觉得有点委屈呢 还是也是正 这是一种变化吧 但是后来 汽油在这个局面下 还有走向三进五的 经过这个马 可能跳拐角马 对 然后这条线 从这杀出来 对 从这个大出局的这个策略 对 那实战这条旗呢 是马二进三 这条旗呢 就是属于 相对比较老一些的变化 先堂堂正正 摆起来 屏风板 看你怎么来 当然了 其实现在他就走兵三级了 他这个时候心情 应该从这个进程来看 很愉快了 对啊 我也觉得是 因为这个棋 你不能再大出局了 对 再出去就来不及 马都跳了 对 你再出去 人家一路就冲下去了 对 人家兵三还是先手 马没跳 对 我可以出 所以飞向会比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 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局面的发展 红方现在是中炮 双正马 两头蛇 特点就是双马灵活 对 黑方呢 是两个驱头屏风马 但是居快 驱头屏风马 就是中路应该还相对稳固一些 居呢 三不虎 开居 居比较快 对 弱点是双马 比较呆滞 那就巡河鞠对兵活 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提到 原来好多次我们都提到 这个两头蛇呢 是比较怕巡河鞠的 对啊 如果能走到巡河鞠呢 就解决了 恰恰对对 我的鞠出的又快 完了还把马的问题解决了 而红方两头蛇的问题 就在于双鞠太慢 这就是他的问题 对啊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还真不能走巡河鞠 他走巡河鞠 马上就对决 追你对 他来不及去对兵活马 他让开正好是马头 马脚 那么这个棋实战中呢 董波大师是选择了向三进五 这招棋呢 有点啊 就是 有点软吧 有点过于稳健吧 或者说可能略显消极 因为这个棋 想跟红方两头蛇抗衡 通常情况下 要巨火 那么这时候 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就是巨鞠 巨鞠是吧 对 下招棋支持你的 其实我们这种两头蛇 对这个驱头马 见过很多 不单是屏风马 他有时候顺炮 可能也是 不是吧 炮个这 也经常出现这个格局 炼炮也有 炼炮也经常 但是大家可以去回去总结一下 这种棋出现的时候 往往黑方选择的都是什么 直横鞠 或者双直鞠 或者双横鞠 就是它的拘束明显要快于红方 所以他在这个局面下 那么巨鞠近一应该是他现在 抑制两头蛇 这个双马活跃的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当然下面可能还有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简单摆一摆 比如说你泡八饼九 比如现在通常情况下有两种下法 有一种最直观的就是炮八瓶九 这样就进泡 对 炮八瓶九 这也是一简单的理论 大家记住了 就是起横鞠一侧马炮 是有弱点的 对 一次炮 就这炮就有问题 但是现在刚好这炮在这卡住这个 对 那么炮二推一的四就是一个好的手段 当然后来这起手发展 还有走炮二推一的 那个也是比较有反弹的一种下法 那炮五瓶四以后 红方一桌 这样一瓶 一压 一压之后 这个旗 红方稳健的下法是炮五瓶四 对 炮五瓶四拆 炮五瓶四一拆是非常的平稳的一个局面 最后的结果 双方有可能形成一个接近军事的局面 对 你再走什么 反正我就飞向了 对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个 如果红方选择一个比较激进的招法 那炮金斯准备踢是吧 对 炮五瓶四 不 这个旗 他走 炮五瓶四 炮五瓶四 这个旗实际上是过于激进 它正好迎合了人家直横鞠 来夹击你这个马的手段 它怎么迎合了呢 首先先平鞠断掉 今后捉你的手段 对 鞠四进四 也很难 如果你现在贸然去踩掉 那有点虚吧 他呢 进鞠一抓 去八瓶三别了 对 你炮五 你肯定不舍得回来吧 你肯定是炮平三一挡 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好气 炮七瓶一 下一招准备炮九瓶七得子 那么你只有退了 这样他也 对吧 你只有退了 来攻击这个黑马 如果你这时候走 他倒不是太怕的 平炮挡一挡 他马其间就跳 他也不跳 他现在呀 这点很巧 先敲后举 他吃了 如果你现在炮三近五一打 他跑一瓶前炮 先瓶七 给你闪了是吧 然后再打回去 那么黑方的布阵非常的舒服 所以这个时候与C线 这个黑棋 比较以静之动的感觉 对 这盘棋呢 就是我想这盘棋 这个游泳七应该是记忆游行 为什么呀 因为他想 这盘不是 这盘棋的这个黑棋 是刘殿忠老师 肯定是何北对哪个老师 咱们简单的摆摆 这个棋非常快 一会儿这个刘老师就赢了 咱们就给大家 就是这个棋 给大家介绍一下 欣赏一下 刘老师当时怎么 龚八禁七 红方当时龚八禁七 抓马 挺有创意的 黑方这时候马七禁六 红方 冰三级想扰乱黑方 那么黑方跳马一队 这个红方很头疼 不能队 这队一吃着就花了 对 太虚了 徐和线就完了 对 太虚了 整个阵型太虚了 不过像吗 不像 肯定也不够像了 他就 缩一握心马 护住 那么这时候 刘老师当时走了一步 非常吓人的招 举把禁三 准备 直接就 动手了 动手 弃居 然后呢 这个时候吃掉 打了 打掉 这只有这么撑住 马五禁六 马五禁六 人家就给打掉 吃了 硬着头皮吃了 没吃 吃不了 这不敢吃 这给揪住 对 就是啊 刘老师的构思 非常的精巧 他再弃屈 马四禁六 是吧 对 想起来了 好像是有证明 你看过了吧 你看你都想起来了 这游泳清肯定继续忧心这番棋 好像是 这应该是他教练下的棋 对 刘老师当时一招炮酒退四 锁定胜局 直接就赢了 对 这个大家看 当时红方的比较好的选择应该是炮五瓶四 稳健的拆掉中炮 那得走得出黑方的象棋进五 对 黑方的构思非常的强 所以我们在象棋界老一辈棋手也创造了不少的家局 对 这个棋是在70年代的时候是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那么当然除了这个炮八瓶酒以外 可能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居酒进一 居酒进一 当然这个棋 人家居一瓶四以后 这个红方双横局准备来对局 那么黑方掌局 红方对局 这样就是红方干到的 黑方也干到 这个时候黑方可不能走这个 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又是一个经典战术 这个御驾清正 对 它的这个理论依据就是把四条局都拿掉之后 这个双马灵活 双马灵活就已经确立优势了 这是争夺双方的焦点 但是这个棋黑方也不怕 他就简单的把你对掉 然后一开着边就行了 然后一开着咱们说了 这个两头蛇怕巡河局吗 我只要一让巡河局 就是黑方本身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棋就是一个黑方可以抗衡的局面 那么实战中 这个董波没有选择这个居酒进一的变化 我感觉他既然选择这应该是有所准备的 对 所以他向三进五 向三进五可能临场是不是心里有什么变化 或者他认为 他也知道游泳期是河北队队员 那流电中的经典 还是走得稍微稳一点 经典战术他应该是懂的 所以想走得稳一点 但是这个棋可能就略显得迟化了 那么这个棋现在下一招是泡八瓶九 泡八瓶九之后是 G平二 G九平八 G八进四 对 G八进四 腰对 G平二 对 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G八进五 正常下法 对调 封局 封在这 对 封局 这招封局也是很无奈 因为你也不能不封他 如果你不封被他G八进六的话 那这棋就明显被动了 人家居位好 这必须得封 而且双马 封在这和封在这 但是你放在这又担心人家这马七进六的手段 所以要是我感觉也封在这 对 所以这个棋也就没有办法封到这里来了 那么红方马 正常的跳马 一跳 那么下到这 黑方怎么解决现在局面 就是一个课题 对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会 一会再来给大家继续讲解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随着棋局的进展 先带大家去赛场看一下 好 这应该是开幕式 对 开幕式 这是赵冠方 原来云南起手 常丹队赵冠方 两位全国冠军 对 现在赵冠方也是外援 两年都代表外援 这是王林娜 王林娜 现在好像赵冠方这次比赛 这是和黑龙江 和王林娜搭档 在九轮的战绩还不错 那肯定的 对 现在盘定第一位 有赵冠方的加盟 那就不一样了 这是刘欢 北京的起手 刘军很熟 对 有 这游隐钦 就是这盘起我们的红方 这游隐钦 这一变王琴 王琴 江琴的 张国凤 张国凤 江苏 这是欧阳麒麟吧 欧阳麒麟 不是 是欧阳麒麟 欧阳麒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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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黑方的各种的布局初衷 都是应该围绕着对兵 所以刚才那种情况 大家也是作为一个理论的积累 就是说如果对方两头蛇的话 你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双鞠灵活 而且尽量还有避免跟对方对鞠 两鞠都对了 人家们说对于窝鞠亏点 人家两头蛇还是很厉害的 那么这盘棋现在 高兴对兵的无奈 但是也是官子了 都能不走 没错 拱了 非高兴 马三斤四跳 红方吓得很从容 对 这个棋它红方也不着急 因为这边虽然你被封死了 但是它是一个互相牵制 现在比的还是双方 谁的马快 马活 马三斤四跳 黑方推到个向 马七斤六 这非常舒服 马七斤六 以下红方的这一套的攻击手段 非常的流畅 他也不老牵着了 他现在已经找着机会了 炮九平八 炮二平七 这只有平 二平七平 这是红方的技占说 顺手一打 对 这个心情很愉快 这样只有往里缩了 对 但是这个棋下到这儿 大家看一下 就是红方怎么入手 红方可能当时心情太愉快了 虽然占了点便宜 但是怎么往里破 对 这个棋有时候说你占优了 说这个棋离营 咱们居然说优势和胜势 这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这个棋确实红方优势 但是就是下边 他走的可能表面看也是一个很实惠的招法 马八斤七 检单踩了 也是红好 但是实际他可能有更简易的方法 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因为他走马八进击之后 黑房可能还有一些纠缠 那么这是最好的下法 马八斤九 这个非常的既实惠 又有效 你要不踩的话 我给你踩了 成个底泡 你就居都快不会动了 这样只有踩了 你踩了 这样它打了 然后打过来 是吧 对 打完之后你还只有支这个 你不敢支那个事 对 支那些底下 船浆一砸过去 就出事了快 只有补这个事 它才打掉 这样下法 很简单 红方减冰占优了 对 这马上现在 就是居就来了 你这不能走 你炮鞠三兵二 他炮鞠三兵八 先打一下 你还得回去 然后他慢慢从中的跳 他都不用骂了 打完之后 掌鞠就是先手 马上就出来了 他一拐弯 他这鞠就投入战斗 你的鞠还在家里 所以这个棋恐怕 它更紧凑 简明战友的城 那么当时可能也是优势意 他觉得这棋 怎么我都优势了 我就白吃一兵 而且从心情来说 这也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马是弱马 对 红方这两个马都比较强 所以他一般从棋力上来说 用好的马 不愿意跟他家里弱马去交换 但是因为这个交换 得了好多物质实力 而且位置也占用了 他其实通过这个交换 可以连得两足 而且可以说突破了 黑方的一道防线 所以这当然是辩证的 他不是说绝对不能换弱马 力大一弊的 这有时候全好 那么这招也不是坏棋 只不过就是给自己 造成了一些小麻烦 但是这盘棋的 有意思的地方 大家当然会体会一下 就是黑方老是在 有那么一点希望的时候 然后又差那么一点点 又松了一下 那么这招红的可能有点松 那么黑方实战这招棋 心情可以理解 这招棋是攻守兼备 对 他想是回去参与防守 其实从心情和这个表面看 是很可以理解 他攻守兼备 第一 今后有攻 马流进去攻击你 你飞边像 他在平革炮底下 这边的形成双炮马的一个攻势 手 今后万不得已是中兵要丢的时候 他就还个中套 还能往这边支援 不是你踩我吃了 你翻江我垫个中套 咱俩换吧 换的越少 我这个危险越小 看上去还算正常 但是实际上这时候 黑方应该不能这么死守 应该积极地采取一些策略来牵制 直接走这可能会 不能说好 可能给红方更多的难度 因为这个题 简单的看 如果你飞向 假设你随手一飞向 它这一平泡 你就挺有点 拆不拆泡平材 不干净 你拆泡平材 它也处你 反正你的泡也卸掉了 或者它回去打打马什么的 它骚扰你 对 骚扰你 然后如果你说 我就不飞边下 我这保持阵型工程 我准备补向 但是它一会也有闪 闪来闪去 它在这儿有闪你一下 你说这马压着我呢 我这一打 这还打着像 虽然说这个打像 红的并不是太害怕 但是它也难受 它没必要 你缺个像组织 本身这棋红的这么大优势 没必要 所以这个棋 黑方实际上在这儿 还是应该 拆泡平材骚扰一下 看看态度 那么这招 当然咱们也说了 心情上可以理解 但是在实战的实用来说 可能更实用的是 炮久平材 这样红方很精明 这样准备连像 红方一看你下一招 这招攻守兼备 下招要打像了 我得了 我平方 这招好奇 又把刚才的 可能有点随手 又给弥补了回来 这样黑方无难 补了一个 但是实际黑方这时候 还应该走 不是 这时候又有点 防守过于消极了 其实这棋 虽然说黑方一直处于一个被动局面 但是他其实老保持着对红方的一些骚扰机会 对 他主要就是因为红方没有走那最简明的 对 要不然没有这么多机会 他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对方有中炮 要掩护中足 现在人家中炮已经撤了 那么你现在 这全盘对黑方压力比较大的实际是这个马 这个马如梗在喉 他往这也不动 他这两边的 他威胁你 这还叼着你 对 他在这晃着你 对 所以这个棋 黑方应该实际上是出手 让他定位 这个棋要让他这子定位 打一下 他又不舍得 他炮刚回去再回来 但是这就是 他这中炮还拆了 是 所以这个就是阴时力倒的事 所以拿鸡手就是顺其自然 女鸡手就是有点较劲 所以这个棋 你逼他踩 反正这个老鸭你踩了算了 如果你踩掉 我打过来之后 你看如果简单 他简单的换 咱们假设他这么下 今后我还有一些反击 比如说首先 我待会儿可能能平局牵制 还有一个 我现在踩这个 对 有个踩中兵 是吧 踩完中兵 这马上中炮 还有交换 乱七八糟的一大 对 他有各种的手段 我可能 而且物质上 我也能拉平一些 这样下可能还能再下一下 就是居差点 但还 不是你要沉底炮 不让我动 就是他没有意识说 我能有个地方揪着对手 对 其实他等于在这个时候 他又是一个机会 是不是被油头大的 全国冠军那个光环给照出了 这个倒不是 他可能还是在这个局面 他可能还是有点小心翼翼 有点小心翼翼 对 其实 他想着我使劲的防 可能有机会有防 因为他肯定知道这个局面 他有点被动 对 所以 他一而在加而三的防守 对 他不是 但是这个人家再补起来 人家就非常的坚固了 对 这样黑方走 那么这时候黑方 他的目标其实还是这个马 只不过他就慢了一步 他的目标还是这个 聚三平四 但是他这个底线出问题了 对 这样被换掉之后 最主要的是下落成平后 打掉 人家先手成将 这样他只有二路拘了 进拘 准备对拘了 来减缓红方进攻速度 但是红方怕拘远 不给机会 对 你来不及 你先不敢对 一对 他正好一打 你马上就出问题了 那么他们也是 对方这些防守 马能救 先踩掉 他也不动了 对 现在是不好防了 特定是不好防了 现在也不能平边炮 你红边炮对居 是不是 这样一抓炮 黑方的退马 这条鞋还是比较冷静的 它没有长炮 它是确保今后 二路还有一些保护 对 它就是坚守这二路 能有个看到的机会 这样打了 那么打掉 黑方 你抓 这是必然 那么实际 这时候红方 又下的可能 可能打掉 是最简单的一下 对 打掉 我一眼就看着打掉 但是它肯定是 也得往里想想 它还是想在边路 有一些座位 对 推马 推马 推炮 这招棋 等于下一招 有各种的这种骚扰 骚扰 对 是吧 还有一个 它这个马七进九 很厉害 这个时候 黑方可能失去了 最后一次一线生机 就说即使它走出来 也不一定就能顶得住 但是至少比后来要 结局要好 这时候它怎么也是走 军一阶二 怎么也得顶起来 这个不能掩住 它可能太迷恋了 它可能没发现 底下会有这么大的麻烦 我觉得 应该有点发现 或者它可能 就已经有点 有点晕了 看着这个 有点放弃了感觉 就是对方优势太大了 实际这时候要抓一下 红的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好 因为你不能躬兵 你躬兵是翻了 那你就没有东西了 你可能只有退居了 你只能走这个了 这样它就往里跳了 它也不跑 它就称个式 你吃它吃你 反正红的你好点 但是我这俩炮一居着 就给你死顶 反正我觉得多少 得把这一居顶起来 对 这是第一杆 要是快级得顶起来再说 结果它实战是走了一个这个 结果这一下就 到这就不可挽回了 到这不可挽回了 马七斤就 就是错失了最后一个战机 最后一个 就只能说是有一线升级 即使走出来 可能也亏了 但是可能还能再纠缠 这个棋下到这 没有纠缠了 我们给大家 就是红防表演了 这个棋就红 前面其实黑发 还有什么平发打相 什么退炮之后 再掌炮来骚扰 现在最后的防守 就是鞠一间 所以女子棋手的棋 你看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想 有时候反正看棋 比下棋的 这个着急 让你揪心是吧 就什么都可能走出来 他给吃了 不能打 如果你打这人 打完鞠是杀 你不能吃人鞠 你只有躲鞠 躲鞠现在红防也有意思 他这棋 红防其实也失去很多简单的手段 这个棋 他实战 去炮八瓶九 赢了 肯定赢了 他一更简单的 这就赢了 八九岁八 这要杀 他要再回来 他就打了一吃得子了 对 就直接得子了 你得化氏吧 你得解杀吧 对 这个不太好 你打了 你吃了 他再一吃炮 就结束了 就完了 但是这个棋 优势也是非常大 那么黑方也没有办法了 干脆 红防这个松不影响盛序 已经不影响 红防虽然这一路下来 有一些值得探讨的 更严谨的招法 但是他优势太大 对 黑方在这 黑方走的不是相对 可能有点松 也是比较松 就是每招防守的 其实都没有 听到说防住了 对 他总是防了 但是他没有走最有效 最高效的防守 他防守最高效 是带有反击的 带有骚扰的 他就是纯防 死定 我想这女孩就这样 人家一进攻 我就时间 一出于掠势 就赶紧收回了 好 打掉 必定还是女几手 那么下到这儿 这个形势肯定是 红防已经获得一个 几乎可以说 胜定的局面了 那么我们下边 再给大家看看 是怎么 有据杀无据了 怎么获胜的 这个局面 红防怎么老练的获胜了 兵基金一进 对 他还让你兵给封住 不让你动 他挺马 黑方调整马位 七八平五 平五 一退 其实现在 红防打了就赢了 打了再一杀一杀 够赢了 据两 据两了 当然了 游泳机 还是怎么都赢了 无所谓了 是不是 补了个试 先补了个试 对 黑方也不是 不是 红防平炮 对 黑方掌炮 红防沉底 黑方拱兵 这样他准备杀了 对 现在我们就看看红防是怎么做杀的 最后 炮一退 又一拱 炮酒机 封住 居五平八 居五平七 对 称势 是出降 出降 对 他先僵了几下 打两僵 打到这来 然后捉炮 这样很简单 家庭作业了 你只有推炮打 然后他再打两僵 然后人家再一退炮 对 这样是家庭作业了 这只有称势了 那么 这样一下兵 一僵一下兵 已经 这时候他又走的一个顿挫 非常的细腻 退炮 已经赢的 打竟一退 再一充兵 下到这 黑方现在已经大势已去 他刚才捉一下很好 无论你知识 人一冲下去的话 你炮还没了 如果刚才不走这顿挫 他知识你冲 他可能还出了跑跑 还能挣扎一下 还能挣扎一下 刚才这几个顿挫 抓炮非常的好 给你先走的这位 即使你能逃生 你的炮也给留下了 对 可惜了 就是在这已经胜定的局面 这样是很对攻激烈的 那么这盘情绪 对黑方来说也很可惜 他一路走来 布局阶段 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招法 但是中局 由于红方 优势意识过大 本来还有一些机会 结果没有把握有 对 黑方可能对这整体的 棋的意识上 还是稍微的松了一点 认识可能 没觉得自己危险那么大 走的稍微随意了一点 对 其实下棋 其实就跟人生一样 机会总是有的 看你如何把握 对 看你把握得住 把握不住 对 好 那么这盘就介绍到这里 好 感谢您的收看 谢谢 再见 再见